大家好我是焦老師 我是Eric 我是Brandon 我們今天非常榮幸邀請到 TMF大師行秀 今年在規劃所有大師行程管理的 靈魂人物Brandon Lin 他是在那個美國念藝術館裡已經畢業了 然後藝術館裡到底在念的是什麼呢 這個待會可以跟大家慢慢聊 重點是台灣好像沒有相關的科系 好像沒有 這個東西可以學習到很多就是 關於如何策劃一個音樂節 或者是如何譬如說 你想要邀請大師來台灣做一些演講 做一些音樂營 或是做一些所有表演的規劃 到底要怎麼樣執行呢 今天就可以讓Brandon跟我們分享囉 那我們首先先問一下 藝術管理這個科系還有這個專業 到底是在做什麼事情 就是在幕後的東西 這個音樂節來講 是要安排那個老師的行程 每天那個上課 要那些房間的處理 要怎麼把學生怎麼安排 然後每天那個老師來那個學校的行程 然後每天安排他們吃飯什麼的 這些全部都要幫他們就是整理好這樣 是相當複雜的工作 應該就是你不會做的工作 我絕對會搞砸 這是你第幾次策劃 類似像音樂節的這種活動 這應該是我第三次 這次可能是比較最大規模的 對對對 因為這不但有要老師的演出 也要安排學生的教課 他們也要演出 然後這次也有一個 要去高雄跟台中的巡演 所以這些什麼行程上的安排 然後有一些人要搭巴士 有一些人搭高鐵什麼的 這些都要全部搞定 要把它搞定 對規模非常大 這一個音樂節裡面總共有幾位老師 我們有大概20位老師 然後都是來自世界各地最大的樂團 像那個紐約的那個 艾樂的首席啊 Frank Huang什麼的 所以都是很大咖的 那些大師 對對對 那還有幾位學生 學生好像大概有60到70位 然後這樂團呢 其實蠻有趣的 因為 我有聽說有一些像紐約的首席 或者費城首席 他們不一定會坐第一個位置 不一定坐首席嗎 他們想跟那些學生呢 他們可能去坐第二小弟兄的最後一個牌 真的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樂團也蠻有趣的 對對對 因為他們想讓學生知道就是 不一定你要坐首席的位置 才是最重要的 你坐最後一個也是 在樂團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就是人物 哦 欸好酷 我覺得這個理念真的要讓大家知道 對對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很多小朋友可能有這種誤解 他們覺得最厲害的人就是樂團首席 然後其他在樂團的其他小朋友 都沒有那麼亮眼 或沒有人注意到 就覺得不重要 我們這個禮拜就是 那些六十幾個學生 我們就把它分成 因為這個禮拜是室內樂的組嘛 那他們就分成好像有二十幾組的室內樂 那我們就安排老師去 就是做coaching這樣 對對對 所以二十幾組的室內樂同時練習 對 每天的下午 如果這個是室內樂週 下午就是有二十幾組的室內樂 同時進行排練 對 相當不得了 這個規模真的很厲害 你第三次辦音樂節就辦成這樣 你是不是自己也沒想到 是不是有點嚇到 對對對 因為這不是你嚇到而已 其實台灣也很少這麼大規模的音樂節 應該從來沒有講過 我覺得 而且天數很長耶 對 幾天啊 大概 兩個多禮拜吧 應該 對對對 這兩個多禮拜 你可以大概跟我們介紹一下 整個音樂 音樂營的安排的步調 第一個禮拜就是 如果學生來講是他們的室內樂 的這一週 對 那下個禮拜呢 就是我們的整個樂團的週 那林旺杰指揮就是會來 就是指揮他們 對 好多大高 對 每個聽到的服務 為什麼 那林昭亮老師的 就是他想這樣安排呢 是因為他知道那個室內樂 跟樂團 這兩個都 這兩個部分對學生來講都很重要 因為你也要會讓室內樂要聽別的聲部什麼的這樣 然後也要會在一個比較大的樂團 跟大家就是合作溝通這樣 所以太太會這樣規劃這個音樂節 對 我想知道一下這個音樂節是不是是一個 非常針對室內樂以及樂團訓練的音樂節 這個也有 然後其實他們下午呢 室內樂的那個coaching 完 他們也有individual lesson 就是個別課 ok 那所以他們也有機會跟那些熟悉啊 什麼各樂團的熟悉上課 然後怎麼進一座audition 那些樂團的audition 或者其他的這些訊息什麼的 那所以每一個學生都可以上到個別課嗎 可以的 他們就每天 那你怎麼拍課 可以的我來拍 這不可思議 我以為只有真選上的人才可以上 沒有 所有這些大師都可以上 所以我們每次都是前一晚呢 在我們的那個辦公室外面 我們的那個TMAF的他們 我們的工作人員就會放一個報名表 那那個學生們就會在上面填說 喔我想 可是我們不會公布哪一個老師會教 因為我們不想全部的學生都去一個老師那天 每一個都有機會 然後第二天我就會跟林招亮老師商量說 那我們應該把哪一些學生給哪一個老師這樣安排 然後第二天再把那個schedule放出來 然後再讓學生知道 所以你們做的是很瞬間的 不是說事前安排 而是每一天去 前一晚跟林招亮老師商量畫畫畫玩 然後我們才能可能十一點到十二點 凌晨才可以開始做工作 然後早上五六點再起床 再去那個酒店接待那些老師 所以如果想要當演出經紀人這一類的朋友們 請你們要有心理準備 對 就像Brandon Lin 他雖然非常熱愛 但是真的是很辛苦的工作 特別在這些短期之內 就要籌劃出一個這麼大型的音樂節 其實壓力是非常大 我覺得你的肝腰在啊 掐著 可是他看起來很榮光煥發 應該是 我看起來沒什麼問題 我猜林招亮老師應該是覺得說 台灣比較缺乏在室內樂 以及樂團上面很多東西的訓練 因為我們從小到大的整個體制來講 會非常重視在獨奏的部分 所以這個音樂影可以帶給大家很多 你可能平常沒辦法接觸到室內樂的東西 還有樂團的一些訓練 那整個步調除了室內樂粥 然後樂團 然後再來就是一直的演出音樂會對不對 對然後其實在中間我們也有穿插 每個下午都有Master Class 所以同步 你怎麼穿插的過程 同步我們有人在上個別課 同步我們有Master Class 其實今天下午跟明天下午我們也有Mock Audition 就是讓學生可以有經驗做一個樂團的Audition 所以我們節目排得很滿很滿 那Audition是認真的Audition 就是真的老師 就是我們這些各位大師的那些手機 我們就放一個板 然後就是做那個Blind Audition一樣 他們又坐在一邊 然後學生就在另外一邊吹這樣 然後所以就是有樂團片段這樣 對他們就拉一些 excerpt給老師聽 對 那他會告訴你建議嗎 我們是有大概可能就是說 可能你吹一個 像今天下午是一個Mozart的一個片段 然後再選兩三個你想 就是樂團比較經常會有的 excerpt 讓他們自己吹這樣 所以這個東西會徵選出來一個什麼一群人 還是不會 不會不會 這就是模擬 純粹就是給那些學生一個經驗 可以來做Audition 好棒喔這個課好棒 你不可能會遇到這種課 這不可能有這種 我從來沒有聽過欸 林昭娃老師太厲害了 這是非常全方位的 他全部催淚了 對他真的他幫你安排好所有 他覺得在台灣的學生 你如果未來到國際上 有可能遇到的所有競爭的狀況 他都幫你模擬 因為你在台灣 你自己不可能有老師會幫你辦 說來來來我們先來隔磨 來試試看大家來這樣 所以他現在幫你在音樂裡 而且都是世界一流的大師 當這些評審 很多的首席 對我是大都會的首席 我告訴你說你這樣拉有什麼問題 天啊太誇張了 這個太不得了了 如果下一年還是你辦 可能會變得更浩大 所以你不要 他現在哭笑不得了 他一方面很高興能夠 因為他是林昭亮老師自己清點的 承辦這個台灣目前為止 非常規模非常大音樂節 那這個音樂節裡面基本上都是台灣人嗎 還是他是來自世界的 世界各地的人都有 然後也有很多美國 像林昭亮老師在教課的 Rise University 然後也有很多人是Julliard 我知道我前天認識了 Julliard小提琴的首席 也來了 所以就是世界各地的那些大的音樂學院的學生都來了 所以你覺得各國的學生都有不同的特色 你相較這樣 你覺得台灣的學生比較缺乏什麼嗎 會比較害羞嗎 可能有一點比較害羞 因為我感覺好像是 前幾天我跟那個大提琴大師Lyn Harrell 我聽到他們在聊天 Lyn是覺得台灣的學生是 可能是世界最優秀的一些學生 可是有一點比較害羞 很可惜 因為大師有說他覺得都是技術非常棒 技術非常好 完全沒話說 可是你要更勇於表現你自己 你覺得如果想要成為像你這麼優秀的演出經紀人 最需要具備什麼樣子的條件 我覺得可能是耐心啊 因為真的是每天都有很多不同的那個要求 突發狀況 然後就是像你講的要很快可以應變 有一天出一個小狀況 我們的巴士沒來 那我們是怎麼樣 我們就叫計程車 要六七台計程車把全部的大師 就是載回酒店 所以這些都要 危機處理 對很快的就危機處理 對很快的就危機處理 一定要自己的時間 就是要安排好 然後organization skills很重要 因為真的 如果你自己的時間都不安排好 那你怎麼管別人的行程 對不對 要非常之力 對對對 真的 對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 剛剛整理你說的 就是第一點要非常有耐心 因為所有這些事情都是非常細項 非常細膩的事情 你要把它安排好 其實需要耐心 然後再來是 突發狀況應變的能力要非常好 你的反應要很快 突然出了什麼狀況 你不能一下子就自己陷入空白 那這樣子就完蛋了 因為所有的東西都是靠你去把它計畫完成 第三點就是自我管理時間的能力 因為你要先把你自己所有要做的事情都規劃得非常好 平常就是一個執行力非常好的人 你才有可能去規劃一個這麼大的音樂界 對不對 好 感謝你給我們大家很多分享 然後我覺得這個真的是未來很有 我覺得大家會很有興趣的一個行業 的確 因為我們都希望 讓台灣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音樂家可以來 所以我們都可以 有這個能力去邀請那些大師來台灣 是 好 非常謝謝你分享 那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的話 記得分享 按讚 然後留言有任何問題 我們都會回答你們 最重要的就是訂閱我們 打開小鈴鐺 掰掰 點讚 i stay into that scene